一个亮眼睛的古方传承了好多年 中医眼科有个名词 异膜 指眼睛里长了遮挡视线的膜 中医认为 眼神异膜 其表现情况非一种 有些表现为内障 有些表现为外障 各家对此论述较多 清朝名医仅日诊认为 内障虽与不病之眼相似 但内眼浑浊 视力下降 视物昏蒙 或同人内有隐隐清白 此由血少神牢 干肾两须 经节眼昏 神节眼黑 或热雨风 承虚而流停肝脏 幼木熟脑 脑须郁精 脑汁流入黑精 也成内障 制法 气须多色 似君子汤为主 血须多酸 似无汤为主 气血两须 怕光怕热 八真汤为主 加以菊花 枸杞等 外障 是衍生易膜 表现为眼里长斑 或是结膜增生 遮掩柱角膜 邪气未定 是热意浮育表 可用木贼 菊花等发散治疗 邪气已定 则是水溢而沉 更牢更深 为腺溢 陈与腺均需用 仙发之物 相当于拿一个东西来撬 才能使邪动一服 同时还需作以退役 合力使劲 才能见效 仙发用仓竹等 去意用木贼等 关于木贼的去意之效 木贼有双面性格 既干补又苦燥 但性情却平和 入肺肝精 可发散肝与肺制风邪 令肝肠肺清 血便可上通于木 故为去意名木耀耀 能去眼目风热 一磨遮掌等 关于仓竹的先发作用 肝开翘于木 故陈献之意 非得树肝之大力是不可除 仓竹活跃于脾胃干净 苦燥心形温通 能进行脾胃之气 又熟干泻热 是既能生又能降的好药 就像一个人一样 可以先下蹲 再上举 掀一个牢固之物的力气 便大增 因此用仓竹先一干热上行 再生发脾胃水谷之气入眼 先发陈献之意 有的是劲 关于菊花的去热意之效 菊花既能清干火 又能散风热 肝火清 则眼目亮 散风热之效 还可去热意 故用药心发载 去一摩 明目 宋朝台医院所编圣纪总录认为 眼神一摩 无论心酒 都和腹脏之间 风邪独热 冲发于上 孕节不散有关 而追责脏腑 首先便是肝 肝开翘于木 竖血不佳 便引起眼部问题 故需去肝火 用既能去一摩 又能清干火 散风热的菊花正妙 木贼发散肝肺风邪 使血上通 于木地功效前 有讲述 不需多说 苍竹的先发作用 前有讲述 也不需多说 只补充一点 民间有将其与猪肝 或羊肝 肩服而明目的方法 佐证其事 致内外障的良药 其次便是肝肺 心 为肾的风邪毒热 充发于上 孕节不散 枸杞子归肝 肾经 其性肝平滞润 滋补肝肾肾 一肩明目 有滋补强壮作用 不仅可治标 亦可治五脏之需 与巨花木贼等 熟风散热精英搭档 轻五脏风邪毒热 孕节不散之力大涨 由上所述 便能明白 普济方卷78 引卫生家宝 织枸杞丸 未杀采用木贼 枸杞子 加菊花 苍竹 置于无论年久 还是近日所患的 内障外障 组成 木贼一两 去节 同便进一宿 敬洗三到五次 枸杞子一两 炒干 加菊花一两 去枝叶 削皮苍竹三两 少水敬一息 敬洗 一两约 线带三十克 将上药捣烂为末 加蜂蜜炼成丸剂 如骨粒大 美服一丸 时候用好茶脚下 我们下延芸炼成丸剂